再往前一步就是斷崖 但是颱風前腳下 還是住家的地板 地基因爲颱風塌陷了 房子如同被撕裂 一半掉落下去 深度大約40米 空拍看是地形的轉角處 塌了一大片 上方還有不少住家 大家心驚膽跳 這是雲林林的平頂村 住戶說颱風來襲的時候 先發現地面出現裂縫 後來就發生了大灘坊 對照街景圖看得出來 紅色屋頂的房子 以及大樹全部見了 旁邊的寺廟也遭殃 地藏王菩薩掉落 原本廟前的車雨棚 一邊塌了 變成了半壺形 發現房子有崩塌的危險 他們連夜撤離 人沒事 但是這觸目驚心的狀況 哪裡還敢住 縣服表示 這裡的地質是泥岩 乾燥的時候很堅硬 但是遇到水軟化了 以至於整片塌了 發現它的長 大概有250至300米左右 整個深度 將近三四十米的一個 崩塌面這麼大 會崩塌就是它已經是個 不穩定的地形 遇到大雨或是水流的話 就容易崩塌 縣服勘在調查 村內總共約有200戶村民 其中4戶因為地基坍塌 必須撤離 目前裸露的地方蓋上帆布 防止土壤流失 危險住戶需要搬遷 縣服附件出戶經費 大約5000到8000萬 要做微型樁 石龍護坡等工程 不過長期而言 還需要演繹 TBS新聞張崇敏 吳淑平雲林報導